2014题的话呢,我们利用这个题目来了解过的2010最新的版本 那我讲过就是2010跟2007的题目呢,差异性不大 可是你们多了解一个新的软体对各位将来还是有帮助 首先的话,第一个,作答须知这边有讲到就是说 它到时候会自动产生这个资料到哪里呢? C点底下的这个资料夹,ns.csf底下的这个资料夹 如果第二类的话,一定是WP02 那将来做完毕之后呢,你们的档案就放这里 你就把它改成204,上个礼拜是202 那这边的话,也会有个档案 那档案名称都会是一样的 只是说外面资料夹,名称你把它改一下,不一样就可以 那完成结果呢,把它储存起来 名称的话,请你把它改成WPA 那实际上这个考试,它的练习系统是可以评分的 那主要不能评分是因为呢 我们的电脑有那个仿读程式 它会把那个评分的那个程式把它锁住 所以不能评分 那如果你家里如果有那个装那个 最新把Office 2010,你也可以试试看评分 应该是不会有的 你做完之后,可以知道说 你到底能不能做到全对 这个考试也是电脑评分的 OK,那你必须要做到 几乎是完全跟它一模一样,才有办法拿到满分 所以,不算太简单了 那这边的话,设计总共会有这几个部分 要分别把它完成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标题 这边,置中对齐 然后呢,左右缩排八个字圆 还记得吧,置中对齐在哪里 然后,左右缩排 有没有印象 在上个礼拜有个段落,对不对 然后呢,在左右两侧分别加上什么 三个PT的,蓝色的,什么呢 三线垂直外框线 做出来的话呢,就类似像这个题目里面有的 在题目里面最下面一页 如果你有印出来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边的结果 类似像这样,三线 那只是这个地方是蓝色的而已 那这边的话呢,再来就是说 下一题是 再来就是下一题是 编辑各黑色的文字段落 然后左右缩排,黑色的部分 那分别完成这样,那将这个圈圈 符号改成红色的 等等,那这些我想就是 跟上个礼拜差不多的东西了 那我想,第一个呢,请各位 先把题目稍微看一下 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并且 把练习系统安装起来 那安装起来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在你桌面上,因为它最后 会更新,可能更新到最后 甚至会荡掉了,不过没关系 你就荡掉之后,如果桌面上有这个东西 可以执行起来 然后我们先把那个 苏科链行系统找到 WORD,因为这边我装WORD 第二类的 第二零四体这一体 按确定 然后它会跟我们讲说 在这个地方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它自动 会跳出一个资料夹 大概等个三秒钟 会跳出WP02 打开来就是这个题目 打开来之后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做答的题目档 那这个部分我想各位先把这个题目档先开起来 好,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它要我们做什么呢? 题目里面要求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 标题,所以你看一下标题 其实最好你就拿一支红笔 标题,针对是标题 这是名词 这是动词 这也是动词 做什么动作就对了 就是做这些动作就对 针对什么呢?就是标题 千万不要搞错 很多同学连题目都看不太知道 说到底要做什么 标题怎么样呢? 至终对齐 所以我们逐一来做 标题,标题在哪里?在这里 这就是标题 那你选取的方法 你就选 记得就把它折回来就好了 不要选到段落 把这个部分选起来 把这些字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的话呢 找到段落 应该知道吧 这边有机关 点下去之后 它要做什么呢? 对齐方式要什么? 字中对齐 所以字中对齐OK 左右缩排多少呢? 八个字 所以你看 都有 有没有 你一定都找得到 然后再来的话呢 左右两 这个就完成了 所以第一个步骤 直接在段落完成 一 二 三 这三个步骤 OK 确定 它就制中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左右两侧要两个三线 那线部分的话呢 就不是在段落完成 而是在段落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段落里面呢 有一个框线即往底的 旁边有个箭头点下去 机关在这个地方 最下面这边有个叫 框线即往底 请你去设定 框线即往底 它要在哪边设定呢? 在这一个上面做设定 那特别注意 在选取的话 这里 请各位就是说 这里的话 设定的时候 特别注意套用的时候 请你套用到段落 在这个段落上套用 如果你套用到文字的话 它的位置不会跟我们 那个参考的解答一样 所以这边记得 套用是段落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它要三线 所以请你找到三线 这边有个三线 OK 然后呢 色彩的部分呢 要选择什么呢? 蓝色 所以选择蓝色 然后宽度多少呢? 3pt 对不对 所以请你选择3pt 所以 三线 蓝色 3pt 那题目当然它不是照这样的顺区 不过你最后呢 可以自己怎么样 自己手动去调整 有没有?它的题目是 这个 三线 蓝色 3pt 那左右两侧 垂直 外框线 所以左右两侧 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是哪 各位可以看到的吗? 现在的话呢 就是它的 总共四个上下左右都有 对不对 那你直接怎么样呢? 把上下给取消掉就好了 上下 那上下怎么取消掉呢? 上下 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跟下面 点两下 上下就取消 按确定 有没有? 左右两侧 上下就没有了 OK 这样的话呢 第一题就完成了 标题部分的设定 OK 所以标题 做这些动作完成 OK 第二个的话呢 编辑各黑色文字段 所以 我们的应该算主词 主词在这里 是什么呢? 编辑黑色文字段落 是黑色的 所以黑色文字段落在哪里呢? 在这些 黑色黑色 有没有? 这些就是 那我要怎么样快速全部一起选取 有个方法 在常用里面找到选取 那如果这边有全选 全选对吗? 不对 选取物件也不对 那要选取什么? 选取格式设定类似的所有文字 也就是说我如果今天把游标放在 这个黑色的区域里面 他就会自动去帮我选择 一样黑色的文字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 但是呢 有时候会漏掉一个什么 这个区域的 那怎么办? 没关系 按砍凑键 再把这个区域怎么样 补一下 把它补选进来 所以黑色的文字呢 就全部被我选取了 选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他要做什么呢? 左缩4.6 首行缩2字圆 左右对齐 然后呢 与前后段0.5 行距1.5 标点复化不可出现在第一个字 不需要贴齐 格线 这么多 OK 那再来的话呢 左缩 所以我们一个来看 这个就是段落里面 左缩排多少呢? 是6.4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输入这个6.4 6.4 所以这边的话6.4 那理论上应该是cm 不过我们好像试过 cm不行的话 要打什么? 打中文 2007可以 2010不行 这边打一个公分 OK 好,第一个就完成了 第二个的话呢 首行缩排 首行就第一行 几个字呢? 两个字圆 所以1 2 2在这里 然后左右对齐 对齐方式的话 爪到左右对齐 左右对齐OK 好了之后的话呢 左右对齐之后的话 再来与前后段0.5 前后段距离在这里 与前段距离0.5 行 0.5 行 点两下就可以了 然后呢 行距 行距的话呢多少呢? 行距为什么呢? 1.2 行 1.2 行 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找到这边 有个单行 有没有? 然后我可以怎么样 再去移动1.2 行 1.2 那他这边的话呢 要1.2行 所以你可以先选 单行或者多行 反正你先选一个 然后再去决定他的行高 或者你直接选什么呢? 多行 然后呢给1.2 1.2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这边的一个设定 那接下来的话呢 标点符号不可出现在第一个字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就在这个 不可出现在什么呢? 使用中文控制第一和最后一个字元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这个地方打勾的话呢 这样标点符号呢 就不会出现在第一个字跟最后一个字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比较少用 但是呢很实用 如果刚好你不希望标点符号出现在第一个字跟最后一个字 这个地方要打勾 OK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一个什么呢? 不要贴齐格线 那不要贴齐格线 各位有没有看到? 文件格线被设定时贴齐格线 有打勾 那怎么做呢? 打勾取消 按一个确定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第二个设定 所以这边特别注意 我再把重点提示一下 一 二 一 这边 二 三 对不对 四 这两个 五 六 这个是七 七在这里 把这个取消 那 六的话是在这个 中文印刷样式这个地方 打勾就可以了 OK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家 第一跟第二题 要 五 一 二 一 二 二